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TVBS下午4点钟 1600整点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持续带您来关注的就是今天的疫情 今天本土在增加297例的确诊个案 而校正回归258例 而且死亡数再度创下新高 疫情指挥中心的最新说法 我们继续再来了解 我们今天公布是有297例的本土 那258位的校正回归的个案 那加上两个境外移入 那总共有557案 那整体这个 这里面的案件里面 所有的个案 跟万华活动相关的110案 差异馆相关9案 相关社团的一案 那其他已知感染源的181例 关联不明的143例 那疫调中的111例 那今天新增的死亡案例 是19例 有19例的死亡 案5791 那这个个案 因为他家里的亲友 这边有同住的家人 有确诊 所以5月24号裁剪 那5月16号研判确诊 看起来跟那个新闻媒体报道是一致 那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这一波这个是最年轻的 那整个在交证回归的案子 还是维持在250例以上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数目 那相关现在还是一样的 相关的一些措施 也渐渐有看到它的一个效果 不过速度还是不够快 那把它交证回归之后 那整体大家看到这柱状图 以研判制来看 整体是趋向于平坦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情况 在新北市的部分 今天新增136例本土病例 依旧是最多的 市长侯友宜召开记者会 赶快来了解 能够有效的得到 让传播率减少 我们特别强化 我们的高风险热点地区的热区防疫中心 所以我们这一次 除了我们有的执行的13区以外 我们再加上明天 要执行炉桌的第一区 有六个里 我要在这里特别 向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我们所谓的热区防疫中心 也就是我们为了升级的实战演练 做准备 所以这个热区的防疫 其实非常的重要 像板桥有两个区 三重有两个区 以及我们中和两个区 这些新庄两个区 这个都很重要 加上我们最近的新店 永和跟土壤 我们现在在所做的 都是一种实战演练 是为升级在准备的一个实战演练 在进行当中 这些高风险热点地区的民众们 一定要全力的配合 我们所有的市民们 来针对那六大指引 全力的配合 希望有效的控管 让传播率能够减少 今天简单的疫情先报告到这里 接下来我要特别请我们台大工会的陈老师 来给我们做分析 因为疫情对新北市来说 已经两个礼拜了 两个礼拜以后 针对新北市的整个疫情的分布 以及疫情未来的走向 我们请我们的陈秀希老师 就我们的整个疫情的分布 以及进行 特别来就他的专类 来给我们做一个判断 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 谢谢 好 首先谢谢 胡市长 还有我们陈机长的邀请 来为我们的新北市民做服务 我想新冠肺炎在全国疫情的 严禁的情况之下 每一个地区 只要是有疫情的地区 我们都应该在分析里面 做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评估 所以今天谢谢新北市市民 也给我们学界这个机会 来为大家呈现 跟卫生局 一直以来 对于新北市所设下的这些快筛 还有我们的流行期限 以及我们今天也会提到 对于新北市在我们的这个医疗招呼上面的需求 请下一张 好 这是中央指挥中心 经过确诊个案出来 新北市从5月14号开始 一直到5月27号的资料 各位看到最高的点在5月22号 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快筛散的设立 那么早期发现了这样的个案 而造成这些确诊个案 会在这个地方呈现 那么各位虽然看到这些个案 都呈现100到200之间的浮动 可是各位一定要先了解 这些个案都是过去在高危险的兄弟的万华地区 所传过来的第一波的隐性感染 所造成的传染 而这些传染当时都在我们的这个公共卫生防疫措施 在警戒措施还没有实施之前 我们所看到的 所以也反映了今天在第一波 这一支病毒强大的扩散力 如同市长讲的传播链 所以你可以看到 跟万华第一波在我们的流行的这样的一个 有效再生素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要改称 我们不是叫阿论子 阿论子是没有介入 有介入的我们叫做有效再生素 在当时我们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之下 我们几乎等同于万华的第一波 可是这第一波带来的个案 以后我们希望能够在警戒措施之后 能够来消除 下一张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讲 我们所关心的新北市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相信大家都一直在问 我们今天到底我们的疫情要延长多久 我们要没有高峰期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除了看出我们的确诊病例的足迹分布 在每个地区有之外 我们对于没有沦陷的区域 我们也要加强 我们希望它能够保守 因为如果每一个新的区域产生确诊个案 就代表这个病情会蔓延 那么我们看到的新北市 这四个地区我认为守得非常的不错 那么也希望这个四个地区 能够在疫情的警戒措施之下 不要再蔓延 往下 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足迹 最主要是提供劫测者 每一次像新北市这样子 非常的这样的严密的监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它的侵袭 在所有的里别里面已经到了85% 意思就是说 其实都有一些个案 实际各样分成热点跟非热点来看 而热点跟非热点的防守 自然会有不一样 往下 那我们看到的 新北市目前四个热点最重要的区域 板桥综合新装三重 根据我们的流行曲线来看 那下一张 我们也有分析 中流行区域的 也就是这区域 我们看到它的个案数 其实都是比较少的 那么这些区域 我们会建议一定 大家不要再让个案数增加 以及守得非常好的下面的一个区域 是树林淡水这些 无洲 这是属于非常低的危险区域 很多都是个位数 而这些也希望我们在未来 做我们的这个 确诊跟案病例的同时 能够阻止它再继续的蔓延 那么我们的疫情 终将会受到控制 往下 好 那因为我们的疫情 由于万华的第一波 这样的一个危险族群的散播 我们就必须要做快塞 因为唯有快塞 才能够找出隐性感染者 在早期 也就是为什么解释了你 5月27 5月27 5月 刚才的那个高峰期 的那一个点 就是因为快塞 那么快塞 我们也知道 快塞不等于 阳性确诊个案 那么我们也跟卫生局 利用这样的一个资料 做了我们的快塞 在尾阴性跟尾阳性的校正之下 蓝色的线就是我们的阳性率 那么 橘色的线就是我们的确诊 经过校正之后的确诊的病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大家一直在问的阳性率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阳性个案会作为这个 确诊个案的疫情指标 因为通常阳性个案都先知道 然后才知道确诊病例 那我们整体看到 我们第一波的流行 从6.1%是延至万华的 开始一直往下降 基本上流行 第一波已经结束 可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看到 包括全国的曲线 新北市的曲线 会有稍微平缓 就是因为我们有第二波 包括我们看到的 卖场的群绩感染 后来在警戒前的这样的一个群绩 所造成的第二波的群绩感染 会让第二波的流行 稍微又微微的上升 那各地区的阳性率 我想可以参考卫生级的各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快筛的设置站 那这个我想非常 对新北市感到非常的佩服 因为这些这样的快筛设置 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当然对于这个切诊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 能量上面是一大考验 往下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利用我们各地区的风险 来评估每个地区的风险 红色的线是万华当作基础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期间 从早期中期到目前最接近的 我们看得到我们的板桥 中和三重以及土层 就是四个热点区域 那么这四个热点区域 因为快筛提前找出来 所以个案的数当然就会比较多 那这也告诉我们大家 第一波跟第二波小波的传染 基本在这四个热点区 我们需要赶快把疫情控制住 那我们看到其实大部分的区域 都是低于万华当时的这样的危险区 表示即使今天我们有不同的快筛站的设立 也找到一些个案 但是它的风险基本上都低于万华 所以对台北县的 台北新北市的市民来讲 这些区域渴望在一段时间之后 一定可以把疫情控制下来 我们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来走 往下 那么我们如果根据新北市这样的一个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把风险从这个淡绿色 一直到我们的深红色 分成低风险到高风险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支病毒传播力真的非常强 真的非常强 你可以看到 在它原来靠近万华的地区 新店本来还有上面的这个 的这些区域几乎都没有沦陷 但是慢慢你可以看到 它会往外一直蔓延 立色 一直到5月29号6月2号 我们在所有地区 当然它的风险就会逐渐升高 那但是整体而言 跟万华本身的危险性来讲 大部分地区如同我刚才讲 都是还是低于它的这个风险性 好 下一张 那么很重要 这是我们大家的计望 在疫苗来临之前 我们多次跟我们全国的民众 也跟新北市民众 包括我这样的一个祈求 就是说我们唯一靠的 就是我们的警戒的NPI 也就是我们的公卫防疫措施 我们当然知道疫苗很重要 我们当然知道快筛 可以帮助我们找出隐性的个案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严格的实施 我们三级警戒的严格程度 那我们终将疫情一定会一直延长 所以很多的朋友问我 到底我们的疫情要拖多久 很多人很关心确诊病例的下降 以其我们这样说 不如说我们对于NPI 我们对于这些公卫的防疫措施 到底我们的实施程度怎样 这张图是新北市的资料 它的绿色的bar chart 就是我们新北市目前到5月27号的 经过校正之后的个案 从这个个案我们推估 上面的是目前在警戒之前 所发生的情境 这个是目前不可能发生的 只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NPI往下掉 将终究你看到 即使你的有效介入再生数的R1值 会从20%的NPI的4.62到40%的3.47 一直到57%的2.49 那我特别要告诉大家 中间有一条土黄色的线 那就是在警戒措施还没开始之前 全国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北市的NPI 当时确实我们有比过去稍微低 所以才会造成情绩感染 所以你看到它的有效再生数 会跟原来的R1值 从5.78 那么有40%掉到3.47 但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抵挡住这个情绩感染 所以这就都是在双北实施警戒前 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推估 但是双北实施警戒之后 我们开始 我们目前根据我们的评估 我们目前我们的NPI 应该在立色线的70% 跟NPI的75%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经过新北市的努力之下 我们已经把原来的3.47 已经降到现在的70%的NPI的1.73 跟1.45之间 这个是我们根据新北市的资料 所推估出来 那么全国目前是68% 那么新北也是介于70%到75%NPI 所以它的有效再生数 基本上已经降到了1.45到1.73 各位可以很明准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况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告诉大家 新北市的朋友 我们确实在警戒线之后 我们是努力的 可是这次病毒真的太厉害 因为它即使在1.45跟1.73 你可以看到它的起限 还是会缓缓 没有办法 是期缓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境 我们祈求大家 如果你不希望这个疫情 在疫苗来临之前 持续了这么久 那你中间可以看到 什么情况可以不要持续这么久 在6月14号之前 那么你的NPI 至少要达到85%到90% 你的有效再生数的R1值 拜托 这不是R论值 也不是R0值 因为R论值跟R0值 是没有介入的 我们经过介入之后 我们就会让它小一一 这是我们大家 新北市市民的希望 也是全国的希望 那我非常觉得 这是有可能达到的 下一张 最后我们看一下 因为医疗的需求 因为我们的个案 急速的增加 我们评估5月14号到5月26号 新北市2258位个案的 照护需求 经过我们模式的推估 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你看到5月29号 为什么是高峰 因为当大量的个案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病房需求就会增加 那么病房需求一增加 因为病程不断的在往前进 我们的ICU 也就紫色的部分 红紫色的部分 也会急红色的部分 也会往上增 所以这是我跟我们的卫生局 大家合作 我们所推估的 如果这2258个个案 没有再增加 我们在5月28号 我们所需要的病床需求 以及6月4号 我们需要的病房需求 以及我们的交互病房 到6月4号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出 我们的交互病房需求 是要非常非常的 这个提前来做这个部署 那么以上就是 我在这段时间 很高兴有机会 来为新北市的市民服务 以上报告到这个地方 谢谢 谢谢 陈老师 好 我们看到的是新北市长 侯友宜 找来了台大公卫专家 陈秀希老师 来分析目前新北的疫情 好 再来看的是台北市的部分 今天新增94例本土个案 校正回归114例 市场 柯文哲也招科技总会 继续带您来了解 从前几天讲的 如果把所谓的确诊案例 按照他的发病日 不管是发病之后 联办日去划 大概看起来趋势是还算稳定 但是要先声明一下 这是在相当严格的 这种自动自发的封城之下 才能够维持这样 那也要明白地讲 如果大家不合作的话 这个趋势是会往上飙升 因为在其他国家 达到这种社区感染一定的数量 基本上它是常常会失控 在万华地区的三个筛检站 这次反而剝皮疗人数比较少 也可能是说 反正有病的都筛出来了 反正是其他的地方 那我们再检查台北市其他医院的 快筛的情形 所以我发现它有删掉 这也跟到目前维持统计的数量 是符合的纾困 因为到现在已经停课10天 夜市、餐厅几乎都关门了 大型活动也停办了 我想这个对整个社会的一定有很大的冲击 因为去年我们也有这种缩困计划 所以原则上我们这个缩困计划 第一步 我们现在比照去年 那个减租、减碎、延租、延租、延租 那个概念 我们就先下令三个月了 那当然 这三个月先预定了 将来还要延长多久 再讲了 我认为还是 去年都已经要用到六个月了 大概今年我看是 应该也会 至少不会是三个月了 不妨现在原则上先 减租、减碎、延租、延租、延租 按照去年的一些措施 你知道吗 先宣布三个月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